12月4日 全美雅裔总商会会长董继琳 展望未来基金会共同创办人梅易端 陈军雅 美国加州排五协会创办人林桂香 旧金山中华企业协会会长林美莲 以及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会长王以勤等五个团体 共同举办了新生活的共事云端讲座 今天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 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高兴 我们希望这个讲座将来能够quarterly的能够进行 每三个月都跟大家分译想一下 怎么样面对这个疫情之后的 怎么样保持着积极的人生观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大家更健康更美丽 这次所以我们在一起合办 是因为我们已经都先有了共识 我们的共识呢是如何和大家走更长更远的路 而这条路呢是必须是顺畅 必须是光明轻松健康的一条路 本场讲座由电视主播古林家主持 他以活泼的方式与讲员听众互动沟通 亲切的主持风格让讲座生动有趣 新生活的共识三位讲员分别为 妇科医师范渊达 他以自身经验和从医师的角度来看如何防疫 以及这两年来医疗系统的改变 盛河熙周大电机系荣誉教授陈润吴分享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是轻松完善的人生规划 COVID-19无情 人生无常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生活 我们必须要未雨筹谋 重新的仔细检讨我们的人生规划 今天呢我要在三方面健康保养 市场生涯和财务规划 这三方面呢和大家一起探讨 德州爱迪森市市长周建元 他谈如何接受被疫情改变的新生活 讲座历时两小时 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实用 听众们也踊跃发言交换意见 近200人参与的云端讲座 精辟的解说让大家收获满满 结束时听众也抱以热烈的掌声 表达对讲员们的感谢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 黄本初采访报道 感谢观众